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正向的天空的时间 今天就是2020年的7月21号 星期二的早上时间 这里是风和日礼 希望香港都尽快可以大家在风和日礼底下脱下的口罩 脱下的口罩件 不是煲底件 那就最好了 这里有我许刘先生 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还有纽西兰 青瓜仔 易得台仰 大家好 各位早晨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蒙向必须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还有有空记住回来看留言互相鼓励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这段时间希望给家产生一些鼓励 希望尽快康复 是不是在包吻吞 我经常听到一些吹吹的声音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咳得很厉害 干咳 这个就是19的病症 所以他刚刚做了一个测试 要四天后才知道结果的 所以这四天他应该会继续做节目 但是声音就可能像我之前那几天那样 其实我之前两个星期都病得很严重 现在好一点 算是 但是还是继续的 所以如果有两声继续 跟大家说一句不好意思 有时我继续之前是忍不住的 如果忍不住的 我就按了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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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影响到大家收听 但是有时真的没办法 真是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给一些鼓励家产生 希望他就尽快康复了 我想这四天他都相当坦剔的 昨天我都问过了 马拉近你能不能唱一首歌叫坦剔 好像马拉近还在找着 那首是神曲来的 是吗 是内地的一个姓拱 好像姓拱 我没有记错 是歌手唱的神曲来的 今天有机会请马拉近唱了 刚才说神曲 国内有神曲 范步派有另一样 神辉 神经刀斩叉烧 是吧 对了 怎样斩叉烧呢 有些网友可能看到 什么斩香港变叉烧 还是什么叉烧呢 一会儿说 差够叉烧 不是 差够叉烧 有人就当香港叉烧那样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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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为什么呢 首先听了这个神辉有什么要讲 好吗 好 准备 在哪里讲 最近搞了什么小学鸡的驱选 不是不是驱选 初选 说得好像很适合那样 当真玩 看到一段相当过瘾的神奥辉人 慷慨说什么话 大家准备听出已够了 好 来 大家好 我是神奥辉 距离民主派初选 还有五个半钟头 希望各位未投票的街坊 尽快去投票 这个民主派初选 除了是显示香港人在国安法底下 不愿意投降的意志之外 更加是一场堂堂正正的路线对决 究竟在2020年的议会战线 我们还容不容许温和妥协的传统民主派 继续在香港的议会战线占据大多数的席位 大家听到他怎么说 他刚才说了两个重点 第一 议会战线就是这一帮泛暴派里面 再分裂出来黄之锋起的大台 叫做抗争派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叫做暴力派 他们搞的将来的议会战线 刚才岑莫辉说了 他说这些什么传统民主派 还不知道应该留在议会里面 黄碧云一早就已经是这帮神辉的眼中钉了 原来肥叉烧是黄碧云 不是 整个人都在说 这也是一部分 哇 摆得明白 有点像社团里面 年轻的那辈子看不顺眼的那些 带着那些粗金链 穿着那些像唐装的那些阿叔虎辈子 坐在那里喝茶开会的那些 年轻的那些最看不顺眼的那些 让他们快点挖个洞给他们的嘛 行L开啦 死老鬼 其实是右手歌唱的 他明目张胆的 他觉得这帮人不应该留在议会里面 觉得他太温和了 我想他连那个叫什么鬼啊 那个什么鬼啊 那个郭榮鏗啊 杨岳桥啊 那些都看不顺眼的 那些不够激的嘛 要选我们才够激的 他觉得要选什么人进去呢 才够震撼呢 大家听着了 我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 如果你觉得不可能的话 希望你可以走出来投票 在你的选票上面 拳头意志最坚定的抗争力量 在新加东 我会支持何桂林 以及是周嘉诚团队 在超国区议会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超级打车王范远 以及是 喂 喂 打打车 什么打车啊 哭你解释 正向步都不应该这样笑 但是没办法 真的太可笑了 可以把你笑到滚在街上都可以的 那这个黄伯宇是什么交叉呢 他说什么 超驱坦克车嘛 喂 你当许智峰死的 是不是 一个超驱化肥了 超驱的腐烂盆栽了 你不形容一下他 什么叫黄伯宇呢 就是一个 再吹脏版的 叫做 尹兆坚这样 戴着眼镜 看起来都像 顿顿的 少年版的粉少坚 哈哈哈 最肥一点 就是头吹到 圆菇滚脏了 那些肥子 那些肥子 就是宅男肥子 那些 都像的 那个人身形都像个坦克车的 那走起来 就是你被他撞 就是我被他撞到 那都是整个飞开的 超驱坦克车 就是要选个坦克车 进去立法会里撞 是不是 接着再听听 就是我 希望大家 最后几个小时 一起出来投票 希望过了 7月12日之后 占据议会议席的 全部都是 拥有还强抗争治的抗争派 希望 哦 喂 这些 摆到明明就是什么 奋化了 不够激 是吧 就是你们不够勇武 就是这些黄碧云 迟来的勇武 走 这些 我想最开心 就是黄碧云选不了那些 或者那些叫做传统 他们所说的叫做传统泛民 崩坏的时候 他们是最开心的哦 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 最激帝国 是不是 就是 就是有坦克车啊 有有机肥啊 是吧 只得有机肥 哈哈哈 坦克车上面绑着有机肥 是不是 人用炸弹 哈哈哈 它是坦克车哦 坦克车哦 坦克车就是有炮弹啊 那些 就是 整只有机肥 打出它 是不是 哈哈 嗯 嗯 喂 现在进去 很恐怖 哈哈 背着有机肥 走来 走去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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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我的眼色 角色 斯多摩 极 長有了共識 自你我相識 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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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出公海 是吧?他們要 拆出公海 原來很搞笑的 除了有個叫做超區坦克車 還有超區火柴人 超區火柴人我不知道是哪位 這個岑我暉自己都寫得明白了 就是說不給溫和的佔據大多數 只剩下很少數 例如穿西湯打胎的楊岳橋那些 大佬死開了 要全面珠海滴化 不用頭 頭髮要蓬鬆 這樣才夠厲害 這樣才夠激 是吧? 那個造型 什麼坦克車火柴人 現在做什麼? 什麼火柴人 賣火柴的女孩 我不知道 某些身體某些地方像火柴 牙籤和火柴是不是類似的? 都是一支東西 都是一支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誇張 岑奧暉他們這些 嚇死了 為什麼呢? 有些人之前就把岑奧暉 牽扯到什麼兵 還是怎麼樣? 我相信他們之後還有一篇東西說他們的叫做 什麼鬼啊? 議會戰線的 很多啊 又什麼議會陣線 又議會戰線 又什麼國際線 我都看得快要瘋了 是吧? 香港的網友 我想正常人都快要 我就不知道你們什麼瘋了 你們整班都在瘋瘋瘋的少年 什麼少年壯年 什麼都有 是不是? 之前有人跟張神武輝 牽扯到 剛才說的 跟兵有關 我懷疑他是不是有什麼獄兵? 原來他還有一些更刺激的東西 我看到有一篇報道 我嚇了一跳 我閉著眼睛有沒有看錯 拍照他那幫16件彈散 那個人形坦克車也挺大塊的 他沒有那麼肥 其實人形坦克是太誇張的 我比你肥過你 我比你肥過你 你有沒有兩個黃之鋒拍這麼大? 絕對有的 絕對有的 沒有 沒有的 有些網友見過寫一張真身 我都見過黃之鋒的 離遠見過了 超驅坦克車應該有兩個黃之鋒拍這麼厲害的 我們先說重點 看到標題是什麼? 抗爭派揚言什麼? 香港臨死之前要用力砍兩刀 哇 如果香港真的要死 你還要砍多他兩刀? 是不是? 你要叉燒? 砍了 砍了 砍大塊叉燒 哇 有肉冰燒 肉冰燒 坐下喝杯肉冰燒 珠江橋排肉冰燒 坐下喝杯肉冰燒 這次真的不是珠江橋排 是珠海橋排 整班僑會 他們這班黑色十六個 整個僑會 一起坐下喝肉冰燒 喝完肉冰燒 哎 再砍兩刀 一起攬炒 這班人是瘋的 是不是瘋的? 他們的議會戰線 太大了 肉冰燒有這麼高的酒精濃度嗎? 要喝多少才喝到這麼瘋呢? 他們說要怎樣 議會戰線的意思就是 香港臨死之前要用力砍 砍多兩下 香港人要親手逼到北京去處決議會 處決議會? 不是啊 你們去處決 處決你們 意思是可能要DQ 或者可能要從 記不記得 如果那個叫做 財政預算案兩道 被推翻了之後 過不了之後 就有機會 再搞一搞下去 就有機會要解散整個立法會 再重新再選過的 這個就是他們 攬炒十部裏面 其中要做到的事情 如果之後再選過之後 也是再炒過這個財政預算案的 特首都要沒得了 目標是這樣的 到時候 他們說到自己好像很有信心 解散了 再投票再選的話 都一定是我們抗爭派的 坦克車 什麼火柴人 不知道什麼 古靈精怪 有足之人 朱凱迪 這些古靈精怪 又要進去 為了目的 就是因為五大訴求 浪費了 你 這些好笑 大家明顯吃過飯 好過了 香港人 買飯盒 不准糖吃 都已經這樣了 攬炒 你看到已經知道不可以了 炒飯也沒得吃 攬炒 接著又再說些什麼 他說 北京處決議會 既然迫出更多的角力 要捏到最盡那隻 這個叫做范步派 初選前夕 其實初選前夕 是岑奥暉 他自己說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岑奥暉說過 就算范步派能夠拿到35家 他們說到35家 以後的畫面是很美好的 抗拒政權 什麼暴政 就算拿到35家 也不可能令到香港變好的 所以抗爭派 要逼到香港 要去到死路 大家可能才會覺醒 才會跟他們一起的 他覺得香港太多人 仍然是活在 覺得自己很美好的生活 覺得沒什麼 不需要什麼抗爭 不需要還是怎樣 逼到香港人瘋了 香港人砍掉香港人兩刀 要將香港 跟他們所說 叫北京 大家互相有角力 將香港人全部捲入這個船坡 這樣才行 接著大家有些 那些報道 看到有些人很害怕 就說這個范步派 他們說有61萬票 這個范步派裡面 叫做抗爭派 就是這幫最瘋的 什麼坦克車 黃之鋒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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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古靈精怪加起來 竟然有30萬票 佔了30萬票 那些人就很害怕 究竟 這個叫做抗爭派 就是最瘋的那批坦克車 究竟是不是已經有一定的票數 將會投到他們進去 這個議會裡面 那到時候 如果真的 這幫有些 假設 許智峰和這個坦克車 都可以在超區贏到 的話 後果也挺不堪設想的 整個立法會變得出來的 那個局面 他們又說要和勇不分 又說要這樣那樣 大家要想一下 香港是不是真的要這樣 要逼到去到絕境 還是怎樣 這幫人 你是不是還要投他 還要支持他 他們的目標是 將香港 玩到越難 和北京 或者可能和兩辦 要很多的角力 才可以令到香港 會變得更好 他們的角度是這樣的 要逼到全香港人參與 又站在那邊 例如之前說聲稱有200萬人出來 都還未夠被 是不是 我實在想 這個五大訴求 其實跟那個時候 韋小寶所說的 反清復命 都好像沒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韋小寶都問過 他曾經說 反清復命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那些 我不申致願 其實他們就不想社會好 其實現在 香港的經濟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 之後 會有些人 因為信心的問題 離開香港 那那幫人 會帶走一部分 在香港的錢 那 這個問題 暫時是處理不了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 那大家只能夠 樂觀一點去面對 那 沒有辦法的 這些事情 有些人是不信就是不信 你怎麼說 你一定要信特區政府 一定要信內地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特區政府的信任度 就是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 其實是很低的 就是整體來說 你看看黃藍都是狂咬 特區政府你就知道了 就是一個軟勒來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是一個軟勒呢 就是因為有太多人 一直都是把特區政府的施政污名化 而且香港在回歸了之後 就是二十幾年 其實那個經濟增長的成果 分不了給社會中下階層的人 那民怨很大 那有些人就將 就是有些從政的人 就將那個民怨 就這樣射到政府那裡就算了 其實從政的人 有很多根本上 他們自己是要負責任的 就是我認為 但是他們不會 他們就將責任射給特區政府 所以特區政府 施政從來都是困難 就是有這個原因在 所以這一身的 剛才所說的 這些什麼岑澳輝 這些神輝 為什麼這麼激呢 就是說 剛才所說的 社長所說的 這些叫做傳統 他口中的傳統民主派 都應該要扶負責任 整班這班人就去 蓋旗 你們這班人 我們想 給我們這班最激的去試一下 你們很老實 你們很老實 許智峰那些狗激 陳志全那些狗激 有機肥 到最後結局就是賠錢 那個叫做國歌法 你們打到這樣 玩到這樣 那又如何呢 過了這個叫做國歌法 那又有什麼惡法呢 我又不見到有什麼人 因為國歌的問題而被捕 或者怎樣隨便抓人 還是怎樣 還有講到很多那個叫做港區國安法 或者立法之後 又會抓誰啊 黃藍也是 黃藍也是 說到立刻逮捕你 一定抓你啊 一定清算你還是怎樣 沒事啊 不要那麼瘋了 有時候我們都說了 不要那麼瘋了 有些人就說 我們這樣說 為什麼 你這麼用國安法去處理這些人啊 為什麼你不支持這件事啊 我們不是不支持 就是用國安法去處理這些人 適當的法律去處理 就是某些人的 不是全部人都可以用同一條法律去處理的嘛 就是你要有證據 他真的犯了那條法律 你才可以用那條法律去處理他 是不是啊 那不是你說人家犯了國安法 人家犯了的嘛 是不是啊 那你這些事情 是要警察去處理證 接著再去經過律政司 再去告的嘛 是不是啊 有個程序的嘛 沒錯 就是這樣而已 罵政府 喂 怎麼這麼晚啊 快點 立法了還不用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看到有些人呢 開心到呢 放回十幾二十圍 然後在唱歌跳舞 拿著盾牌在那裡跳 挺好笑的 用一些救命草 就是草裙在那裡跳舞 草裙舞 都跳了 哈哈哈哈 救命草裙舞 哈哈哈哈 那些人看到叫救命那些 哈哈哈哈 算了 大家有空再回首歌算了 好了 這個就是香港各位呢 要真的啊 睜大眼睛看一下 香港呢 假若 就是 憑死了 不是救他啊 是砍掉兩刀啊 那些 癲腦正轉 哈哈 有殺無賠 哈哈哈哈 他有得賠啊 如果他真的對立法會議員的話 我可以聽到他們啦 節目就快結束了 不過我要聽到他們 其實他們這班人呢 對國安法是充滿信心的 第一對香港 第二對香港是充滿信心的 甚至 比他的選民 對香港更加有信心 為什麼呢 其實有個例子的 買樓 叫做 還說要借爆啊 是啊 那你借爆 對香港很有信心才借爆 如果不是到時 就是樓市一個方向是向下的話 那你就負資產啊 你要借爆的嘛 很快就負資產而已 他借爆了九成 九成位九成半嘛 你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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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跌了 你跌了 立刻要叫你了 是不是呢 這裏就鄺俊宇啦 對於這個 他想他很憎恨我 沒有搞錯 我多斬兩刀 沒有搞錯 我斬了我一層樓 這個 這件事 其實他們做不到的 有很多事情 做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想攬炒 他們那群人根本自己都不相信攬炒 這件事 攬炒是說來騙人 騙他們的選民而已 那些又說到 立了港區國安法 拘捕他們那些 令到他們的聽眾也好 或者QR Code的次數也好 還是怎樣 大福增長 大福增長 他們究竟知不知道是真的不行的 還是純粹呢 令到一群人覺得很high 當作像多拉A夢的法寶袋 人人期望可達到 哇 拉誰對拉誰 立到法 真的很開心 開香薰 有些欺騙性的 從來都是 那時候有些人說 我們要爭取立23條 爭取立23條就可以抗疫的了 其實他把23條的簽名數 都過護到國安法那裡 是不是 就是說國安法可以抗疫 現在不是一樣回頭 現實並不是 你隨便整條法律就可以抗疫的 要是全部人齊心 不要再搞那些大型的活動 那你就抗到疫 或者你搞大型活動的時候 你搞社交距離 結果當然有些人是沒有做的 就是初選 首先要說一下初選 那時候初選是聚集了一大批人在排隊 那你不要跟我說初選沒有關係 然後蘋果就說 你們建制派就搞那些大型的集會 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就是有些社團去搞那些吃飯 那些人不要戴口罩 那這個是有問題的 我們很公道的 我們從來都是實事求是 說回應該說的 那大家其實應該想回頭 是不是真的鬆懈了 有些事情是不是真的 應該搞一些大型的活動 或者搞大型的活動的時候 社交距離是否沒有搞好 譬如本來應該只是放10位 你就放20位 那樣 就是你如果有個社交距離 本來就已經安全很多了 但是當然了 大家一鬆懈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疫情就回頭了 現在香港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齊心團結去抗疫的了 那如果就算政府搞這麼捉靈 你也要在家裡 你不要走去想辦法 哎呀我要走街市走街走的 我一直在吵 我一直在吵 還影響到整個整個社會的氣氛 更加不好 不過好了 我們這次時間都說到差不多了 希望香港真的不要變叉燒了 這次真是大件事了 是的 多謝大家 拜拜